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各个方面都特别的全面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天驾驶下来 它的一些细节让我的一些感受 在说动力之前啊 先说一下这个便捷性 第一方面就是它的主动安全配置方面 确实很丰富 现在暂售的是两款车型 一款是低配 售价是100万出头 还有一款高配 就是我的这款是126.8万 那它的包括主动刹车是全系标配 然后并线辅助等等这一系列呢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现在主动安全方面的配置它都有 然后包括它的很强大的一个自信巡航功能 除了这些呢 在体验方面 比如说如果我没有去打并线的灯的话 我直接去并线 那它会直接给我一个特别大力度的纠正 这可能在第一次体验的时候会吓你一跳 但是在之后的使用中呢 你会发现它确实是能够给你安全的足够的保障 因为这款车的尺寸确实很大 当你并线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 可能就会碰到旁边的车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车的驾驶啊 在它前面有一个巨大的HUD的抬头显示功能 那这样光说呢 你可能看不到 但是这辆车的HUD抬头显示呢 是我开过的车里可以说是最大尺寸的了 在你向前平视的时候 它基本上可以给你所有你开车的时候需要的信息 即使是我开车的时候 个人开车的时候不需要的信息 它也在前面可以显示 比如说如果我这儿放着音乐 那它甚至可以在HUD中显示歌词 你能想象到吗 然后包括不同路段的限速提醒 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车速 甚至包括我手机放在这里无线充电的时候呢 手机的电量和信号也可以在HUD抬头显示中显示 然后包括如果我的车切换到不同主题 比如说我切换到越野模式 那车辆的底盘升降也可以在这个HUD中看到 而且车辆的抚仰角也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是太丰富了 像这辆车啊 它整体的一个动力呢 它是一个3.0T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同时用的是一个直列六缸的这么一个布置形式 最大的特点呢 是它带有一个48伏轻混的系统 有了这个轻混系统的介入呢 一方面它会在你加速的时候给你一个辅助 所以使得这辆车啊 一个2.5吨以上的一个车重 这么大的一个重量 它的百公里加速呢 不过只有6.4秒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出色的成绩了 而且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车 综合使用下来的油耗啊 只有11升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在这么大一个尺寸的SUV里 一般啊 我们城市型的这种 十多万级的这个紧凑型的 动不动还有12三升的一个油耗 那这款车这么大的一个尺寸 11升的综合油耗 真的已经是很夸张了 然后此外呢 整体的动力 配的是一个9AT的变速器 那这款变速器之前 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奔驰车型上 新款已经体验过了 换挡比较平顺 而且呢 它的这种换挡的逻辑也是清晰的 那再加上这个48伏轻混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你比如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呢 它会把你的发动机 有一个启停的功能 那这个启停在重新启动 它的这种振动啊 也要比之前我试过的很多车的振动 要偏小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它的屏幕显示了 除了HUD的抬头显示 其实它的中间的这个横屏 大屏的这个显示呢 也是特别的丰富 旁边的这里呢 比如说啊 我在切换不同驾驶模式的时候 这辆车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惊喜 感觉很很有意思 我切换到这个叫运动主题的时候呢 它会在中间的这个屏幕上显示特别 像是AMG车型那种才需要的 比如说发动机的功率啊 然后比如说蓄电池的电压啊 包括充气压力啊 发动机的扭矩啊 都可以特别直观的在中间的这个屏幕上显示 然后当我切换换到这个旅行模式的时候呢 不仅它可以投屏一个很大的导航 在我的HUD上也可以看到 而且呢 你会发现 在过红绿灯的时候 如果到路口呢 它甚至还给你一个 类似于AR导航的一个指引 那这个呢 只有在现在我体验的一些自主车型上 把这个AR导航作为卖点上 我才能体验到这个功能 但是没想到 它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卖点 但是已经能够体验到这种很先进的功能了 然后另外就是这款车 它的整体舒适性 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奔驰 典型的一个奔驰的感觉 它的油门啊 刹车呀 都是特别的柔和 即便是我把这个驾驶模式切换到运动模式 它的这个动力响应会变得很快 但是仍然不会让你感觉到 有那种驾驶紧张的感觉 我现在正好前面是一个老款的GLS 那相比较老款 我觉得新款啊 就是开起来 你不会有压力 你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那老款的时候 感觉有点像是开着一辆 大坦克的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新款呢 真的这么大的一个尺寸 开在城市的道路上 包括并线的时候 包括你在超车的时候 你都不会感觉到这个车尺寸那么大 只有在停车的时候 停到车位里面 基本上这个车的四个角都已经霸满了这个车位 你才会发现 哇 这个车的尺寸真的是太大 我觉得这个车整体开起来 真的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车型 尽管它是具备这种 可以去到各种地方 各种路面的这么一个能力 但是呢 它仍然是非常适合于城市代步的 不像是原来的G级 它可能在舒适性上没有那么强 而且你像同级的这种大型的豪华SUV 比如说我开过之前的林肯的领航员 那它在城市开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给你压力 你开的时候呢 你会在并线的时候 你会有很大的压力 包括上车的时候 我上领航员是爬上去的 但是上这款车呢 就很轻松 所以这辆车我认为 它在这种舒适性便捷性的体验 真的做的是太周全了 OK 现在做到第二排 其实我觉得第二排呢 这个该说的地方也是特别多的 那首先呢 就是它的乘坐体验 其实是很舒服的 但是呢 相比较这种像S级啊 它的这种轿车的感觉呢 它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 首先从视野上来说 它的高度比轿车高 然后呢 包括旁边的这个窗户看出去 包括全景天窗这种感觉 它的视野会非常的开阔 要比轿车好很多 然后但是呢 它的座椅 其实从柔软程度上 又是不如轿车的 因为它要考虑到SUV车型 可能会走一些非铺装路面 去越野啊 所以它要考虑到支撑感 尽管这个座椅 它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比如说在旁边可以控制 它的通风加热 还有电动的调节 但是你看像座椅呢 如果我想尽量的放倒 它是没有办法放倒的 这已经是最痒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往前挑是可以的 所以从这个座椅的角度 我觉得可能是 还是没有一些SUV做的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它的柔软程度 刚才也说了 它毕竟是考虑到 它的SUV的定位 确实没办法和这个S级 或者E级去比 但是呢 整体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充裕的 然后细节方面 除了电动调节 通风加热 这里呢 全自动的一个分期空调 而且前边呢 这儿带有一个贴心的 这个绝对是为了 后排乘客考虑的一个 可以加热 可以制冷的一个杯架 那这个也是非常贴心 而且我发现啊 它在这个旁边的出风口啊 然后包括音响的 这里的设计呢 也是基本上考虑到了第二排 第三排乘客的每一个人的需求 尽管第三排 我认为啊 这个座椅的这个空间 肯定是不能跟MPV相比 但是对于这个大型的尺寸的来说呢 其实第三排如果去硬个急的话 做一个成年人 像我这个身高的成年人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座椅的舒适性呢 包括这些细节啊 当你打开中央扶手的时候 你还能发现惊喜 你看 在这儿呢 有一个平板 你可以通过这个平板呢 去控制一些车辆的 比如说多媒体系统啊 然后它还可以拿起来随手的去招相啊 等等一些车联网的功能 除了这些呢 你看包括这里 它可以给手机无线充电 然后后边呢 还有一个储物格 前方还有一个储物槽 所以做到第二排 你仍然是可以感觉到自己是这个车的主人 你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感觉 那这个真的是相比较很多的其他的SUV 它的一个优势 好 我们最后再来聊两句这辆车的一个购买的推荐啊 其实你看这个价位 100万出头到126万多的这么一个价位呢 同级的选择也不少 那相比较同级呢 其实我认为啊 GLS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产品 但是呢 它的略是在于 它没有那么明显的鲜明的标签和特点 比如说啊 如果按相同价位的领航员来说 那它的尺寸看上去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大 喜欢大车的人肯定喜欢 但是你看GLS呢 它相比领航员 它更低调一些 那同级BBA的这个产品呢 X7巨大的一个进气的中网 比这个夸张 对吧 然后像Q7呢 它的价格又相对低一些 档次呢 又没有GLS高 所以这个价位啊 我就是认为 如果你真的喜欢奔驰的产品 喜欢这种舒适的驾驶体验 那你不妨去试一下 体验一下 因为很多的这个车 它的功能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视觉感受出来的 一定要去试 试完了之后你就会明白 它的各个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周到很全面 但是呢 仍然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夸张 或者说特别基于表面的一个产品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款车的全部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你对它感兴趣 不妨去体验一下 好 OK 那如果对它有什么更多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各个平台的车扯账号 每期我们还会给大家送出精美的礼品 我们下期再见